中央社台北二十八日电,中国大陆网络上经常流程号称是名人所写的卷用小语,但许多都只是假借名人的名气增加曝光度。 作家莫言,横寒就成无端被冒名,莫言说都写得挺好,希望原作者们自己的孩子自己认领。 自从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许多号称是莫言轻笔写的书法和出自莫言的文具便出现在市面上。 21日又有一篇这样的短文在微博上流传,还特别标记了莫言本人的账号。 内容提到我敬佩两种人,年轻时陪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富裕时陪女人过好日子的男人。 莫言本人26日转发了这条微博,他说李不操,可我也想知道这是谁写的。 他也曾多次在微博上对这类现象表示听好的文章,也请坐着领回自己的娃吧。 根据中国新闻网公号报道,类似这样长官李戴的心灵鸡汤语录不少。 2016年5月过世的文坛齐老杨像,过世前几年杨像百岁感言开始在网上广传。 其中包含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这样的句子。 香港新岛日报报道,这些其实是未做,在大陆具知名度的中国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颜松有次被问道是否说过, 有时候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所有,仿佛被世界抛弃。 有时候明明自己身边很多朋友,却依然觉得孤单他值。 有时候明 question it. 二 luego